今年台北市市长与里长有约地站就在信义区登场 台北市长蒋王安除了感谢里长在基层的用心付出 也强调里长是市府与地方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 反映基层的声音 因此只要里长提出的问题能够立即解决的 市政府一定会努力去做 需要编列经费或者是需要与中央协调的案子 他也愿意积极沟通为信义区来努力 今天的提案总共15案 我们各局处包括个人也都有仔细来全面的看过 了解里长们的诉求 我想这部分届时我们都请局处首长来一一回复 那眷眼6月的时候 我们和新义区的各位里长座谈 里长们提出很多的意见 不管是当时有号制被遮挡 还有公车路线的改变等等 我们也都一一的来解决 所以市府团队我们就是面对各项问题 及格的解决 其中中心里与大道里两位里长共同提案反映 玉城公园永迟重建案 虽然地点在南港区 但是也紧邻信义区中心里与大道里 重建工程与服务限缩等消防资讯 车也从未告知 要求台北市政府进行重大共同工程 应该尊重周边区里的意见 这边玉城公园化设其实是在南港区 那过个中坡南路就是沃门中心里跟大道里 那其实如果我们周边里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晓得我们要怎么跟周遭使用游泳池的人讲 而且里面还有健身房 是这个问题 那再来一个代数的点就是 其实现在它围起来的围离是捷运局的围鬼通风口 那你围鬼通风口那个时候 我们对面我们就一条马路 对面你连续避在座的时候已经造成零损 对此蒋安当场做出三项才事 强调未来台北市重大公共城 应该根据影响范围跨区里举办说明会 第一点我已经请体育局这边 特别到信义区两位里长 里长的里内再办说明会 清楚就这个案子跟里长里面做清楚的说明 以及听取里面的反馈 各项的意见提取这边会来安排时间 第二点我想未来不止这个案子 台北市我们各区 未来只要任何施工的工程 绝对不要局限 只有以行政区的范围内进行地方说明会 所以我也要特别提醒 特别是我们的工程单位 不管是公务局 监运局等 未来有这些重大工程 绝对是以整个横跨可能的行政区的个人 来进行说明会 都要把大家纳进来 而不是像过去就有 以行政区划分 所以这一点也谢谢里长的建议 未来我们全台北市都要如此 那第三我想未来任何重大的工程在施作 因为不管是捷运的施工 以及我们现规划的运动中心2.0 像玉成勇持就室 我们叫越动馆 台北越动馆 未来我们一定把相关整个在施作过程 还有工程车的进出 把可能造成的噪音震动 阳城等降到最低 新农里里长吉华士吉果 则提案新农里区民活动中心新建案 希望改善目前四处借场地办里内活动的情况 对此经营区区长陈冠林说明 目前区公所规划努力的方向 台北市长蒋娃也承诺支持 的确我们新农里这边是很缺乏一个 美里民活动的空间 所以我们是确认是有这个需求的 因此这个案子我们现在是会朝向说 由本所来编预算来向更新处 架构用这样的方向 那现在就是等那个预定实施者来 向这个更新处报和事业计划之后 我们就会麻烦更新处这边来 提我们府内的供需者的会议 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市府 包括财政局还有包括都更处 都会分回 那我来指定由都更处 这边因为他们届时会分回 是第一楼层一到三楼 然后届时由都更处这里来提报到工区整个平台 然后届时我们就会来跟里长讨论 确定这个空间跟楼层 那我想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广区里长杨玉堂则建议放宽 领长需涉及在所任职0的规定 对此角案当场表示认同 要求民政局在5月完成台北市领长 领聘解聘14要点修订 放宽涉及条件限制 让里长更方便经营服务里内各项事务 对于外界关切台资光案进度 角案证实台北市政府4月8号已经正式发函 终止警察局CCTV的专案合约 8号我们已经正式发来终止警察局CCTV的专案合约 所以我们也给予15天 请台湿网配在这期间内 来组装他的权力 我想我已经责成 警察局资议局跟法务局 成立跨局处的争议网和小组 那接下来应该有一个消息 请局处来主动 另外针对庄北市庄运早鸟报名费 七折优惠活动即将在4月17号到期 角案除了再次呼吁国人把握时间尽快报名 也透露将以桌球 旗舰及国标舞这三项运动 来向大家推广这一次的市庄运动会 届时将请知名朋友帮忙票选 选出一个希望他去参与的项目 国人有贡献 除了桌球 还有旗舰 以及国标舞 我们可能会透过这三项运动 来向大家推广 我们接着市庄运动会 那届时也会请市民朋友来帮忙调选 选出一个希望我们去参与的项目 当然也不限这三个 我想都有机会 其实每一个项目我都非常热爱 我们也希望透过宣传 让大家可以多多报名 我们到4月17号以前 有招尿约会七折 所以还有三天家庭时间 欢迎大家来报名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 crypto cities 记者张旗潘台北意大任